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若基的诗歌 他做的还是终归终矩 这首诗歌写的很有趣 《蒙虎心》 《蒙虎心》这次写 自私违反自己的意愿 被迫从命 终于一事无成 彷徨苦闷 这首诗歌主要反映了作者他在洛阳的时候 混乱的证据当中 示唤不得自的一种心情 我们大家知道 若基受到征兆到了洛阳去 不久就发生了八王子乱 证据没办法控制 司马延我们大家晓得 他还是有本事的 但是司马延的儿子敬惠帝 还有贾后 后来他们当权的时候 天下就比较乱了 贾后就比较乱了 所以你说 若基能够有所作为吗 他作为一个前朝的 东吴的 被未灭掉的一个大臣的儿子 根本不可能有所作为 有所作为 所以 若基发表了自己的感慨 克不饮倒泉水 一个人醉客 不能够喝那个倒泉的水 他的名称叫倒泉 这是庄子里面讲的话 庄子里面讲的话 庄子里面说 孔子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走到一个地方 经过倒泉的时候 嘴巴很干 问问人家这个水叫什么名字 人家说这个泉水叫倒泉 孔夫子不喝水了 因为他这个名称太不好 赫得泉 我自己要做强盗了 那不喝 日不喜悟慕音 日不喜悟慕音 这个是文玄李山柱里面 引了江岁的文社里面的话 说管子这部书里面提到了 他说 夫释怀梗盖子心 不应沃默子子 假如这柱树是好树 那么太阳晒下来的时候 你在好的树下面 休息休息是好的 你假如这棵树是不好的 你对它下面休息也不好 不要去歇 这些 悟默欺无知 自是多苦心 整驾输死命 藏策将远寻 鸡舍蒙虎阁 寒戏也去领 他自己的心情表露得非常明白 日归功未见 死亡睡这音 丛云临爱矮 明条随风宁 静言幽不敌 长肖高山城 既旋 无如想 量界难为阴 骆基说 我是没办法发挥自己的诚 人生成为意 何云可以此尽 倦我耿盖怀 扶娘愧故见 骆基是一个胸有大字的人 他到了洛阳之后 根本没办法施展他的策划 所以 他发出了这样子的感慨 蒙虎心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面 我们说 骆基后来接受司马尹的邀请 去执任后将军 执任河北大都督 这个心情也可以理解 可惜他没有认清自己 一个书生你怎么能够带兵去打仗呢 你能打得赢吗 对不对啊 最后他跟战国司机的赵国的赵克一样 最后是全军覆没 最后自己也被杀掉了 好 杀掉了 骆基我们还可以看一看一首 盟友车马客行 盟友车马客驾眼发故乡 我门前呢 经锢了一个 经锢了一个车马 他说他是要从故乡来 念君久不归 如界受江乡 如界受江乡 假设 这他都是假设的话 头妹夫门头 染意不及场 府应邪客切 眼泪虚温凉 他这个都是想象出来啊 跟我门前经过一个家乡的人 他经过我跟他谈谈家乡的一些事情 借问帮助界 测草润成亡 情有多灵落 旧此皆雕赏 四朝湖千叶 晨雀活荒秋荒 焚荣热度 松波又茫茫 天道信重替 人生安得长 抗开唯瓶声 胡娘都悲伤 胡娘都悲伤 这首诗歌主要是些九克他乡的人 他对家乡他是非常值得思念 一个人长久在外面思念家乡的感情 在这首诗里面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反应 我们再看看攀岳的诗 攀岳的诗 攀岳 攀岳 攀岳她是一位著名书法家的一个女婿 她的夫人姓杨 她的老丈人叫杨兆 杨兆是个著名的书法家 那么攀岳的夫人呢 字也学得很好 字也学得很好 而非常遗憾的是她的夫人很早就去世了 攀岳是个美男子啊 我们大家知道事实心意里面提到了 攀岳出门啊很多妇女都去看 就像我们今天很多女同胞去看刘德华一样 有时候经常我们杭州黄龙宾馆门口啊 人挤满了 那个时候一二十年以前 我说干什么他们都看刘德华 看刘德华 这个粉丝很多啊 攀岳粉丝也很多 攀岳的车子开过来那些女粉丝们都往他车上丢水谷 有水谷 你记得说水谷 攀岳水谷不要买了 他们每次回家一撤水谷 有个祖师 他想攀岳 他想攀岳出门丢水谷 我也出门去 祖师 据说祖师的 一个姐姐蛮好的 祖芬她能够被皇帝选为皇妃 那应该是比较漂亮的 没想到祖师长得比较难看 那妇女不要看他 往他车上丢舌头 不丢水谷丢石头 总是回到家里一撤着石头 这也是当时一种封锁习惯吧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攀岳的夫人后来死得很早 死了以后 攀岳写了导王诗 因为攀岳这个人垂华风貌 垂华很貌 他写的导王诗写得非常好 结果导王诗这个名称 本来导王诗 谁家里死人都可以写导王诗 后来人家就把导王诗的名称给攀岳了 这首诗了 可见这首诗的文学史上影响很大 大家看看他的导王诗怎么写 仍然冬春县寒暑或柳叶 冬春寒暑都表示一年过去了 攀岳她丈夫 攀岳她妻子死了以后 她请了一年的假期在家里 我上嫁 上嫁 子子归穷犬 从然永悠个 我的夫人死了 她到黄泉那边去了 我跟她永远封隔开了 封隔开了 释怀谁可宠 言流也何也 我心里的这种感想 我心里的这种感想 释怀 释怀就是 思怨 不出去主观那种愿望 如何能够达到呢 言流也何也 释怀谁可宠 我心里想 我不得出去工作了 能行吗 不行 但是我呢 言流在家里也何也 我留在家里也没有什么益处了 因为我每天就在处在一个悲愤当中 据说攀岳她妻子死了以后 她头发摆得很快 摆得很快 攀兵嘛 对不对 攀兵省妖嘛 有一个词语嘛 省妖 就是省愿的写 送书的时候 就说每天写很用功啊 告诉朋友 我的腰带一天往里面说一个 顾一段实际就说一个 我的腰已经很细了 表示劳累 攀兵 攀岳的头发本来很好 美男子嘛 后来一头白发 一头白发 对妻子的十年 好 那么一年的时间呢 一年的假期马上就满了 那么现在呢 言流言和言什么意思呢 就我这流的家里也没什么益处呢 问题是接到她 她的朝廷叫她出去做官的命令 梦眠公朝命回姓返出月 我没办法 我只好接受这个朝廷的命令 回到我原来工作的地方去 出月 就回到我工作的地方去 那么临走之前 我再看一看 我和妻子住过的房子 看看怎么样 大家看看 旺柔私欺人 若是想所谓 我忘记了这个房子 我就想到了我的妻子 我进入了这个房子 我就想起来 在这个房子里面所发生的一切 下面 唯品无仿佛 寒末有意见 唯品无仿佛呢 这是一个典故 这是汉武帝的一个典故 汉武帝女人很多啊 其中有个叫李夫人 她最喜欢的就是个李夫人 汉武帝乱七八糟 作风方面 古代帝王不能讲 她的魏子夫 她本来一个城王后 是吧 她从小就很喜欢 姑妈问她 你以后怎么样 我把女儿嫁给你 阿娇嫁给你 阿娇嫁给我好啊 我那个金窝藏交 我用黄金的房子造起来 没想到阿娇真的嫁给她以后 她也不要了 是不是啊 后来 后来在洗手间碰到了魏子夫 那魏子夫 后来就成为她的皇后了 后来有一个李夫人 李夫人喜欢的不得了 但李夫人死掉了 年纪很轻死掉了 生了个儿子以后死掉了 对不对 我们大家晓得发生了一个典故 那很多方式里骗她的钱来 她李夫人死掉 我怎么能够再见到她 方式有办法 你给我多少钱 我把她魂魄 有鬼能是鬼推木啊 有钱能是鬼推木 我把你魂魄叫回来给你钱面 不可以近的看 要远远的看 她怎么想出个办法呢 真的叫李夫人出现了 汉武帝远远的看到了 花了很多钱 所以放 《死记》里面讲的是 放复看到了李夫人出来 跟她讲话 跟她见面 汉武帝说我过去看看 那些方式过去不行了 你阳气太深了 你过去就把它冲淡掉了 我们现在都没办法解开这个谜 到底找了一个李夫人比较相近的女人 远远的出现呢 有些人说这个就是北方的皮影戏 皮影戏 我想不太可能 对不对 皮影戏 汉武帝也没那么好骗的 我估计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情 违品 违品就是汉武帝的违品 通过违品看到了李夫人 那么这里一喷越说呢 我呢违品无仿佛 我也没办法再见到我的夫人了 但是实实实实的 韩末有余见 我夫人留下来的字 我还能看到 汉武帝 不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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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肇的女儿啊 杨肇是书法家 杨肇的女儿也没写字 所以潘悦的夫人字还有得留下来 旅方未及谢 已挂幼蝶 我离开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里仿佛还有我夫人的那种脂粉的香味 我夫人用过的东西还挂着笔上 她穿过的一些衣服 她用过的一些东西还挂着笔上 潘悍如霍村 回往中午惊喜 潘悍 恍惑 就是恍惑自己 我有时觉得我的夫人还活着 但是一惊醒 没有了 没有了 我写的情况怎么样子呢 如必寒灵鸟双溪一早智 如必尤川鱼笔墨中路鞋 还一连用了两个比喻 一种寒灵鸟 寒灵鸟据说这个鸟很忠于爱情 就是一刺一熊 两个永远在一起 两个互相厮守 就像这样子的鸟 现在只剩下一只了 就像那个笔墨鱼 现在也只剩下一条了 笔墨鱼据说是夫妻鱼也都游在一起 现在只剩下一条了 现在没办法了 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春风冤下来 春流春炎地 这个 我在这个房子里面 一些风还可以吹进来 普代的房子可能造的 木头建筑的房子 有风还能够进来 请谢何时望 春有瑞银见 我现在要离开这个房子了 我在这个房子里的许多东西 现在我什么时候都忘不了 我妻子在的时候 什么时候就忘不了 但是我的忧伤每天囤积起来 已经记得很多了 书记有十岁 张佛忧可见 这种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我心里那种忧伤能够少一点呢 我想学一个人总是学不到 庄佛 庄佛他妻子死了 有人去吊笑 庄佛他想去劝他 庄先生你不要再伤心了 妻子死了就死了 没想到进了庄佛家里一看 庄佛很高兴的敲脸盆 一边敲脸盆一边唱歌 人家问他干什么 他说我妻子走了 走了 古盆而搁 他不但不顾古盆而搁 我们今天还有一句话叫 四死如归 死了竟然回去了 回去了 没什么好伤心的 庄佛说 人死了人来了 都没有好高兴的 也没什么好伤心的 这是正常的自然现象 所以他这个倒也想得通 这里那个潘悦说 我什么时候也能够想装子这样子 能够学习的时候就比较好了 学习就比较好了 所以潘悦的导王词 写得非常好 影响深远 后来苏东部也写过导王方面的一些词 大家也可以找来看一下 这些在文学市场都是很有影响的 这些在文学市场都是很有影响的 很有影响的 潘悦后来是被杀的 他曾经做过河阳令 做这狼 就是 皇门四郎等 最后他被赵王司马仁 以及孙秀所害掉 杀掉的 三章两路 两潘一走当中 有个祖师是非常突出的一个人 今天我们夺了洛基的词 夺了潘悦的词 大家觉得风劣不太有了 风过不太有 是不是 但是祖师这个人的诗歌写得有风劣 你想祖师写的诗歌 大家看看 约约简底说 里里山上苗 这首诗歌写得很有力度 约约简底说 里里山上苗 一个松树 我们大家知道好不好 好 可是这个可惜了 这个松树长的地位不好 长在哪里啊 长在山尖的底部 山尖的底部 尽管你长得 幼幼重重 但是你地位低 尽管你是松树 人家看不到 那么还有个山上苗 大家看看 里里山上苗 你只要你这些山上 你是一颗苗 人家也都看得见 看得见 这山上 你很突出的地位 有些东西啊 人家会越看越大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 四十年以前我上山下乡 这农村劳动 有时候会轮到 管山林 管山林上面就是山上巡路巡路 看看有没有人砍树 有没有人偷树 每天等一些的游山一样 游游玩玩 我下乡的地方 这山区 有一座山很高 叫五峰山 山上面有一棵树 远远的几十里以外 后来就看到它很高很高 我后来想想 反正我管山嘛 我到山上去走 我走到这个树下面 爬上去那天 爬上去 我发现这个树不大 很小的 也不是很小 就像外面中有一个普通的树 问题它几十里路以外都看得见 它的地位非常好 特殊 在高山的顶上一棵树 不大的一棵树 但很远的地方都可以看到 所以我想祖师写的四个诗 但是又有简笛说 李李山上描 这首诗歌在那里得到体现了 这个山上 你假如这个东西小一点 你还可以看得很高 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看 祖师的真首诗 大家看看 一笔静寸静 音字百尺条 它很短的一根筋 盖住了脊脏高的收束 下面讲实际的地方了 诗者是高位 音俊臣下了 诗者 你只要你的父亲 你的祖父 你的上一辈子做官的 你自己本人最没有才能 你都可以做高官 你这个人假如本事很大 你是音俊 但是你祖父上没有做官 你只有沉沦地下了 下了 就那么回事情 封建社会里就那么回事情 我们各位很好 能够凭自己的本事 我们各位都是非常优秀的 是吧 进入到我们这大都要640多分 670多分 分数很高 全国我们选了 每年选了几十个人到中文系列的书 那个分数率非常高 科举制度 为什么在我们中国经历了那么多年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不是科举 我们是考试 科举制度 也有它的优越性 能够从隋温帝开始 到清朝末年 到光绪末年 才中指标 这有它的道理 它有它的优越性 它选拔人才 选拔人才 在潘越那个时代 潘越在隋温帝以前 在祖师那个时代之前 他们都是凭着自己家里的关系上去的 你要知道 所以祖师发出这样的感觉 地势私自然由来废照 这个是你地势 你处的高位你就上得去 你处的低位你就上不去 金章结旧业 切业而汉调 金家跟张家 金密帝家里跟张恩氏家里 这是汉武帝后来的两个家族 汉宣帝 那个时候 他是金家跟张家 两个非常谨慎的人家 他家里传来七八辈子 全是做很大的官的人 就是因为他原来 有个叫冯唐的人 冯公气不为把手不见交 冯公 就冯唐这个人是很有本事的 汉文帝的时候就很有本事 但是他做来做去官做不大 为什么呢 汉文帝的时候重视老臣 他得不到提拔 他年轻人了得不到提拔 到汉武帝的时候 他应该可以提拔了 汉武帝重视年轻人 你像霍曲兵二十几岁 他把他提到朴基大将军 对不对 老头子他不用了 冯唐年纪大了又没用了 所以这个冯公是最吃亏的 重视老人的时候他年纪太轻 重视年轻人的时候他年纪太大 最有本事也提不上去 一辈子是做了一个小怪